國安基金已經密切關注整個情勢的發展 那我們在7月12號國安基金臨時會 都已經授權國安基金40的警察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國安基金相關的幕僚同仁 都密切關注整個情勢的發展 那我知道今天大概目前為止 股市的跌幅並不是很大 大概100點左右 所以我們也會密切關注整個情勢的發展 會不會擔心可能資金會撤出臺灣或是亞洲市場 這個也未必 我想這整個情勢的發展 我們都密切會注意 那昨天臺股跌了大概兩百多點 那跌幅是1.56 那紐約的跌幅大概1.3級還多少 那相對來講是相對比較稍微高一點 但是入股跌得更深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們後續都會密切關注 整個情勢的發展 那因為國安基金已經取得授權 所以我想我們執行秘書會隨時視情況 那麼進場做事 我們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